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树 中共这个政权下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同一个类型的事件或者是悲剧 它会在不同的时期不断的重新上演 就好比食物问题非典肺炎 再到肺炎病毒 时隔一年同一时期同一个地方 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森林大火 而且又是有数十名消防队员上升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四川梁山大火事件 3月30日当地时间下午四时雪 四川梁山西昌市牧里县 庐山爆发森林大火 虽然官方说大火已经被控制住 还有局部在烧 但是当地有居民说 一些被扑灭的大火又复燃了 大火在往东线一直燃烧 目前已经造成19人死亡 其中包括18名消防队员 一名本地的向导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称 导致这起悲剧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当时的风向突变 风力突增 扑火人员必样不及 才造成的这样的一种死亡 目前官方给予的初步判定大火的起因 是因为大营农场柳树庄起火 起火后沿两条线发展 经经久马道庐山后山扩散 后阴风向多变 火情迅速扩散 并伴随着多处飞火 造成多处多线肃燃态势 这就是目前四川梁山西仓大火事件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经过 关于这次大火 其实最受争议的就是死去的这19名人 因为在2019年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也是发生了同样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2019年四川梁山大火事件 当时造成31名人员死亡 其中包括27名消防队员和4名当地的本地向导 而且当时他们烧死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当时风向突变导致他们死亡的 我们知道三火起火的原因有多种 除了人为的原因之外 它还有热浪 极度干燥等这样的一些因素造成的 当时四川梁山事件起火的最终原因 官方给予的解释是因为雷电击打所致 那么按照以往的悲剧 其实当地政府应该是比较重视 当地的这些起火的因素条件的 任何一炎一爆炸的这样的一些物品 都应该得到及时的清除 如果起火了 那就说明是当地政府的一个管理的漏洞 和防治的这样的一个错误 但是从本次起火的时间来看 起火时间为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 当地最高气温为31.2度 有风 但是属于大晴天 空气湿度也在5%到10%左右 那么自然起火也就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这里官方都没有给出合适的解释 我们再来说说这死去的19人 他们死在同一个原因上 就是点名了当局长期以来的一个政治作风的问题 错不在即 死不悔改 我看到知乎上有一个公众号写了这么一个关于上一次 四川梁山大火事件的这样的一个文章 雷击起火 看似只是一场意外 但实际上冬春季 尤其是3月4月 是西南地区森林火灾的高发期 又讲了什么凡风效应 和三谷风跟当时事件没有关系的这些概念 实际他就想表达 雷电导致森林大火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 然后文章最后又说 虽然这次损失惨重的梁山火灾是累积导致的 但人为因素仍是中国森林火灾发生的主要原因 然后再一转 用美国的一个森林大火的故事来阐述了他的观点 18年下半年 美国加州发生大规模山火 部分网友幸灾乐祸 认为美国的消防部分不作为 仍由山火发展 致使民众生命财产蒙受损失 这次梁山山火 在灭火过程中 消防人员付出了巨大牺牲 他们又责怪相关部门 灭火不利 无故牺牲 最后结论 无论是哪国人民都会竭力灭火 减少损失 梁山的灭火队员们 为保护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 做出的努力与牺牲 应当成为受人景仰的人民英雄 其实这个是另一波 中共教育下中国人惯有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其实死去的消防队员是不是劣势 其实都不是一个解决危机的方法 媒体人李海鹏悲愤的写道 去年3月30日 梁山森林火灾27名消防队员和4名村民牺牲 今年同一天 同一个地方又是森林火灾18名打火队员和1名向导牺牲 然后和去年同一天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宣传干事 使用当地同一个当地宣传部群 名字都不用改还叫330新闻媒体群 安排前访财晚的记者们录住了同一家酒店 然后是和去年一样的逆行英雄最美男儿 然后是和去年一样的逆行英雄我们接你回家 西昌又响起了和去年一样的鸣笛至景声 牺牲者们看来也将会和去年一样的悲极哀容 除了当下保护和减少损失的同时 还要对照以往的错误进行不断的更正 就像这次大火 为什么不是寻山队员的报警 而是普通老百姓这样的一个报警 这些寻山队员又去到哪里了呢 就像上一年中 中国一些媒体拿死去的19名亚奈尔山的消防队员做文章 就给老百姓上三火教育科普知识课程 说再专业的队伍 当面对这种自然灾害时 都是非常渺小的 大家不要当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键盘侠 有这种想法的人非常多 但是是不是大家应该就伤亡问题出来探讨探讨 或者说想一想如何避免下一次更多的伤亡呢 而不是说每一次有死人就是理所应当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是不作为和责任疏忽导致的死亡 那就另当别论了 美国对当时这起事件的做法 周工业委员会发表处分裁决和罚款 该委员会对相关官员罚款55.9万美元 主要是因为消防主管没有对应当在雷震宇到来之前 一个小时撤出的消防员进行撤离 因为气象机构已经发生了预警 所有人都知道雷震宇的到来 所以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把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曝光了出来 那你说说消防队员的主管 他明明也是出于一个好意 出于一个责任 但是没想到突如其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导致了19人死亡 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当时调遣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不足导致的 那么为什么政府还要做出处罚呢 就是为了防止同样的事情 在以后会有不断的重新再上演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国家政府和人民的角色是不同的 所以使用的职权也是不同的 作为人民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老百姓的思维来指责我们的政府 或为政府的疏忽做偏袒 但是作为政府 他就不能用老百姓这样的一个思维来为自己开脱 因为老百姓和执政党 他们的责任和义务都是不相同的 甚至是执行的权力上都是不一样的 正是因为权力大 所以政府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要比老百姓容易的多 所以同样的事情又在中国 同时同地同样的原因又在不断的上演 那么此时作为老百姓 我们就应该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人民政府了 好了我是大树 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